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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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但一句说 今日一个新进的女士 想进你内书房事后 被她给骂回来了 还有这个赖妈妈 也不是省我的灯 没什么事满园子乱光 是个门就进去瞧 是个人就拽着了打听 又不能把她嘴塞住 还是早些打扮了好 为什么不能夹她嘴塞住打扮了 我明日就叫石头 把那老婆子关起来 你这不是欺压老若吗 传出去 您生还要不要了 那要不明日我上朝 留些守卫在家中 看家护院 把你认为要紧的地方 我留两个人带着刀 站到杖杆 看谁还敢乱摸乱碰 看来这位秦大娘子 挺是双管齐下 一边派些刁针的老奴 过来跟我转转 一边派些美貌的 过来勾搭你 也是用心良苦 美貌 有多美貌 自然是有些颜色的 要不 明日 我让他们上来 用饭的时候伺候 你就能看着了 我跟你开玩笑呢 别看着你 当真 横竖你都是要拿切的 我又不吃醋 我只是担心 那些人有些不妥 你为什么不吃醋啊 就连我那个继母 这么一个能装 能忍的人 见到我父亲 也是要吵架办罪的 为什么不吃醋 他那醋也是装出来的吧 我家有位林小娘 那吃起醋来也是多犯花样 都只不过是为了让郎君 以为自己在他们心里面 有多珍贵多紧要罢了 你这只小狐狸啊 你连装都不能装一下吗 是 你要是敢大气 我就大棍子把你打出去 叫你永远永远都不能进我这屋 这才是我的好娘子 吃醋好啊 吃醋好 来来来 我帮你看 我帮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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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我帮你 来来来来 有劳姐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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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重啊 这么小小的箱子 这么重的分量 里面都是装的真金白银嘛 不光是金银呢 没有好多真丸珠宝呢 这外面呢一车一车的布匹 我们都要一件一件地 搬到 那里库房里面去呢 这我这一天都忙不过来 这么多好东西 都是从黑搬过来的 是 大娘子的嫁妆 还没搬完吗 是 快说什么笑话啊 怎么可能呢 这都是人家 给我们老将军送的礼仪 不止这一点呢 外面还有好多 都在排队等等 都放在角楼外面 都在等着那好东西 那大娘子都照单全收了 大约是吧 这么好的东西 都送到眼前来了 难得还退掉 那不是傻子吗 姐姐 你快点哪 来了 来了 公府送来的人 都安置妥当了吧 都差不多了 派在西无关锦药的柴上 药紧的地方 都是进得过的自己人 回头我再跟大姐姐那边 让她寻谋一些新人 新人没有根基 自然会为我们马首是瞻 不会给侯府那边卖命 照我的脾气 全都打回侯府去 你就推在我头上 说我讨厌那些老妈子 我的爷 你这是羊汤纸肺 不能釜底抽薪啊 把他们打放回侯府 又不能让你的继母 和婶婶们说出二话 硬碰硬是不成的 到时候朝堂上 准有人惨你私得不休 说你不敬尊长 你从前吃的亏还不够啊 我的娘子 已经成了运筹帷幄的军师了 军师了 别贫嘴了 行 行了 好了好了 行了快去吧 这个拿着 还要我替你保驾护航吗 不用快走 走 走 头斧的轿子 秦大娘子来了 来者不善 你们几个 过去 去教场 通知耿段两个将军 告诉他们我家有些事耽误了 持半个时针再去 是 是是 公子 一会儿我在外院书房等 一抹声张去内院守着 万一大娘子招架不住 就立刻告诉我 我去替她解围 好的公子 走 驾 驾 驾 鹏母万安 本应该是我去后府 给您请安的 这几日忙着搬家收拾 鹏母您别见怪 知道你搬家忙 所以前两日我也没过来 前日里我给你派的丫头和婆子 可还好使 您体恤爱惜晚辈 自然挑的都是最能干的人 儿媳在这里谢过婆母了 既是老是能干的 那赖刁两对妈妈 怎么还没派差事 是不是他们年纪大了 你觉得他们干活不利索 这哪有的事 刁妈妈身体不好 我怕她累着 赖妈妈呢 她是半生半老了的 我想着 总得给她个要紧 有体面的差事吧 就权衡再三尚未定度 你既心里有数 我也就放心了 免得别人知道了 还有这个做婆母的抠嗽 给你的都是老弱残兵呢 婆母您素有贤名 汴京城里谁不知道您 是有菩萨心肠的 这话就有人说 也没人信的 你个寡妇的名声 用什么打紧的 要紧的是我们顾家的名声 你若是缺什么 只管打发人到我那儿去拿 何必要瞒着你的官人 私下收礼 您这是哪儿的话 没有的事 还想瞒着我是不是 这叶哥在封关以来 这登门送礼的 就没有停过 一概不问一概收下 这若是官家分罪起来 岂不也就是你的官员 和我们顾家顶着 虽然我们侯府 这威士是大不如前 可这名声 一直都是干干净净的 难不成 要毁在你手里 这真没收礼 咱们将军说 如今朝中局势不稳 我若一概不收 便是与所有人树敌 我若挑挑拣拣地收了 便是结党营私 倒不如一概收下 却又不拆封 再跟官家说一声 只存放在院内库房里 如数上缴 便是 这叶哥儿可真是长大了 既然有这般的心机和臣府 要是不知道的 那还以为他以前在府里啊 那都是装的呢 老母 你可真别夸他 他若是真有城府 也不会在外浪荡几年 苛举无门 只能靠着自己一刀一枪去拼公民 将军走到今天 着实不宜 我这做娘子的 虽蠢笨 但是我懂得 夫妻同心 同甘共苦的道理大 我说一句 你可是有十句当真 暖海 来 来 来 都不要啊 放心吧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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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闹 没用啊 那院那边静悄悄的 和一堵在树后瞧着 侯府那位走的时候 脸拉得这么长 快掉地上 我这纪博总算是找到客行了 我以前的直来直去的拳头 还真不如软钉子好使 走 去教肠 走 你叫啥呢 龙子 你刚才的样子 特别像一只护载的老牛鸡 混蛋 快别用小盏子给我换个钢子来 姑娘 大娘子 这也太不提念了 楼鼻给你多上些就是 大娘子这是怎么了 赖妈妈那个 那个老货 到处在咱们这儿想逛打听 回头就跟侯府说 要不然怎么来得这么快 那那有什么法子 总不容真将她绑了 再说了 没有她 还有其他的女史们 老妈子们 那侯府里派过来的 个个都是眼线 总不容全部都打发了吧 那赖妈妈还爱装好人 拉拢一群婆子喝酒赌钱 才几日好得穿同一草裤 人人都说她大方草快 什么话都跟她说 在侯府做了几十年 还能这样 自然是她的手段 我那挂名的婆婆也不是傻子 总不能派个废物过来 既来了 那就是扎手的刺猬 打不得 骂不得 更发了不得 我倒搬出侯府还这么憋屈 小桃急了 小心呛呛 大娘子 离堂多着呢 对了 那边还有一堆布子 大娘子也给看看 翠薇啊 真的觉得 还不如在受完堂做姑娘呢 好姑娘 好娘子 一如金若大全饼 冬京都羡慕你呢 走走走 快看啊 这府里这么大 滑满花园子 早半晒 还没到头 就攒几个收拾 真是要命呀 这大娘子说了 这挑可靠的 这半晒了 也不见挑着一刻 别是 府里用度不够 买不起了吧 他呀 也只会说说嘴 你说 咱们府里这些人 谁家没有个兄弟姐妹 直男弟女的啊 把他们 挑些没事的 通通招进来 捡着那聪明伶俐的用 那不比在外边买来的 可靠啊 是不是 是啊 真是不如在侯府里当差 大娘子是个神仙菩萨 也没这么多些个奇怪的规矩 管园子的 不让踏进全员半步 不能随意走动 死囚也比我们松快血 是 你呀 还是小声点的啊 咱们那位大娘子啊 心里头可都记着账呢 我不过是在前日参见时 博了她两句 立马就给我闺女小鞋穿 把个屋里伺候哥姐的一等女时 就打发正书去了 主君身边不放个屋里人 哪像个世家大族的娘子 别不是瞧见你家姑娘漂亮 叫主君瞧去 把她比下去了吧 是什么回事 这我可说不好啊 不过说到底 人家也是个官宦出身哪 虽说是个庶女 那也不该这么大猝劲吧 不 你们说什么呢 凭你们也配叫主君瞧见 凭你们也配叫主母的舌头 婆夫阿大货 归拢了一处赶出去 到雪里头笑花子都不开眼 我说什么了 小桃姑娘 你可别冤枉了我这老婆子呀 这下竟是你做主了 想招谁人来就招谁人来 想让谁到主君跟前谁就去 你这么能耐 何必使唤你亲姑娘 不如自己去外头转摇两圈 凑个身手的脸面 再嫁一头家去 我说姑娘 你怎么这么蛮横啊 我老婆子算起来 也是能做你祖宗的人了 我不过是在耕地时 说了两句 乡下村头的酸笑话 怎么就招惹到姑娘你了 就是 姑娘肯定是听错了 我们可什么也没说 别拿这套来宽我 只要我下次听了 都不用回禀大娘子 我亲自拿大棍子 赶你们出去 呸 他不会找大娘子告状去吧 告状又怎么样 那大娘子 能打你我一顿藤条板子不行 那不更成了苛责老仆 五逆长辈了 咱们身为奴仆 那也不能自情自贱 任由主人发落吧 那不成了猪狗了 要想不受欺负呀 咱就得拧成一股绳 同心同力 才能在这府里沾纹脚根 是啊 那以后我们就听老姐姐的了 我们以后就听老姐姐的了 昨日英国公夫人做寿 我和如兰去陪母亲道贺 那席上说得最多的便是你 他们说你目无尊长 不孝敌母 小心大娘子手寡艰难 还是个好脾气 说你新婚头一日 便迟迟不去请安 明明有敌母在堂 还要搬家另起炉灶 就说你狠心 还说什么了 多着呢 还说你夫妇二人 磕待下人 任意打骂新年的老仆 那长辈安排的人都不放在眼里 这便是目中无人 不孝尊长 那难听得多着呢 我也不想说了 母亲和如兰听着都来戏 也不能跟人吵啊 那气得连饭都没吃就走 全是我都不好 难道她小秦大娘子 这么一点措除都没有吗 这当然了 怎么说的伴赏全是我 难道我家将军就是一个完人吗 难道你们夫妇二人 还要一起吃牌头 才肯罢休啊 全是他把我拖到这趟浑水里来的 那总不能我一个人受数落呀 说你夫君的 无非还是那些闲言碎语 什么从小就是逆子 花丛里的浪子 尸山跟前的阎王 这些倒没什么 有没有别的吗 你这个云辉将军救了先帝 还救了金上 两道圣旨下来 都说他忠君体国 贤孝高洁 谁敢多说什么呀 他倒是落了一个护身的盔甲 这就是顶好的了 那否则还不知道扯上什么呢 这场喜宴 个个都没请我 往日在家做姑娘的时候 又不从受这么奚落 你婆母这手段 可比咱们家厉害多了 难怪祖母当初 不肯舔头你嫁下来 明明是她把消息放出去的 她还要摆出一副 受欺负的样子 我们夫妇两个 也不能挨个去解释呀 就算解释也没人信她 小六啊 这可不成啊 解恩走了这条路 再怎么愿也没用 难道就不走了吗 就算我不想走 也有人推着我走 既如此 还不如笑着走 怎么都是一辈子 书房才买的差事可马虎不得 赖妈妈 您是这府里做了几十年的老人了 您现在侯府也干这个的 这事就全仰仗您了 老婆子我无不尽心的 刁妈妈身体不好 就不给您分配差事了 父阿妈妈和田妈妈 原先在侯府就是管江喜洒嫂 如今还照旧 熟门熟路的交给你们 我也放心 是 是 一下助人要领什么差事 我都写出来了 回头让翠玉念给你们听 然后大家按照各自领的差事 去拿牌子钥匙 我年轻 安排的或许有些不够妥贴 先坐一年瞧瞧吧 实在不行 日后有什么不妥 再调换差事 或者再来跟我说 是 今儿我起早了 有些累了 我就先回去歇息了 大家各自忙各自地去吧 好 好 走啊 走啊 来 走啊 走啊 你瞧见了没有 到底是年轻啊 威风了三日撑不住了吧 这么点成福都没有 就知道贪吃贪睡的 好硬死你 你不挺开心的吗 走走走 人要这些啊 走嘛 这雨啊天塌下来一样的下 幸好一下午分给人收拾衣裳 好 果然是料事如神 努必觉得大娘子说得很对啊 错 也要是大娘子教得好 都是大娘子教得好 只要是大娘子料事如神 没错 大娘子觉得小唐说得很对 真是不错 那你可料到你官人婚礼语吗 油膜 快进来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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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撂到了灰下雨 使玩人给你送伞了呀 怎么还 你观人我是起码上潮的 你给我件斗力还差不多 不如不如下次你邹教上潮吧 下次我套了车去接你 一定不让你淋着 我气的是这个吗 那是什么 我再耐心等着吧 等什么呀 等你知道下雨天 该怎么对你观人呢 套车也不行吗 那 你是不是最近听到外面在议论我们 所以吸引他不痛快了 英国公的夫人作手 变请了京城名门 却独中没有请你我 非但没有请你我 除了他女婿沈窝旧以外 小段老梗 我们这些个从宇宙来的 一个都没请 那就这么干看着 人家是三朝圆老 英国公夫妇 性子刚烈 致家慎严 最终礼 我之前 在外有荒唐的名声 现在又是新贵扎手 他老人家才瞧不上我呢 我是怕三人成虎 击毁消股 任凭你多英雄豪杰 天下人都说你是混账膏子 天长日久了 天下人就都信了 你当初不就是吃了任有亏吗 我是个混账膏子 夫人替我打包不平衡 咱们夫妇一体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我当然是是要替你着想 很不用 我刀伤活害里闯出来的 我还会在意这些 不是 只是又生气了 反正你是跑不了了 来日方程 晴天白日 朗朗乾坤 晚上一块儿吃饭啊 晚上吃饭啊 他就是个无赖 喜怒无常 一会儿喜滋滋的 一会儿又不知道怎么就发脾气了 菩萨真人也没这么难伺候 衣服运好了吗 你算是哪根从哪头算呢 我老婆子吃过的盐 人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呢 他轮到你来管了 你以老卖老 给自己的亲亲拍好差事 捞油水 还不让别人说 别以为我们大家伙都不知道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杠我呀 你去呀 大娘子的院子就在那头 你又不是不认路 你去杠我呀 你去呀 你不就是拿着了大娘子是个好脾气 怎么着 自己又是从那侯府过来的 没人敢动你吗 可你不能欺人太甚呢 这两个女士 年纪小 不懂事 丢了东西 你就赖在他们头上 你这么大岁数了 连孩子都欺负 你有半点良心没有 就这两个小兔崽子 他明明就是手脚不干净 你还替他们说话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 你 我要是拿了这府里半分 不该拿的钱 就叫我不得好死 你呀 你起事也没用 我告诉你吧 这厨房的财买归我管 东西物件呢也归我管 我想查谁就查谁 你管得着吗你 你 怎么着 你臭婆娘 你 你个贱户 什么都好听 怎么着 那赖妈妈 心情还装装样子 做出一副公道的嘴脸 如今看大伙都不敢同道翻脸 您耍起威风了吗 我料得不错 再狡猾的狐狸 噎漏出尾巴的时候 刚跟她吵架那个是王武媳妇吧 现在整个成员 也就怕感同赖妈妈半嘴了 不错 她倒也是个爽快人 那大娘子 你可要管一管呀 这再不管 爽快的人 都快被排挤得没有出路了 不管呀 只是没到时候呢 你放过后 你叫那个王武 王武媳妇来一趟 走 你是做什么活计的 回大娘子的话 不过是些粗活 若空闲了 就帮花匠们浇浇水 送送土 我看后院的花木 长得不错 打扫得也干净 您是能干的 我是个粗人 心眼直 只知卖力做活 能干 实在不敢当 花园的东边光秃秃的 不好看 我觉得缺少个人栽种花木 我看你是个内行 人也老实 这事便交给你去办吧 但大娘子说的可是真的 我还能哄你不成 怎么 不愿意吗 不不不不 只是种花种树 要经手许多前务 我只知卖力做活 没干过这么要紧的活 怕 怕办不好 您没办过 怎么知道办不好啊 只怕是不知道行事 买贵了 怪是多了花小 买件了 怕丢了府里的脸面 只让您将心思摆正 办不好也不要紧 谁要是敢对您说三道四的 不听您差遣 我也绝不轻饶 既使大娘子信得过 我必使出吃奶的力气 将这桩差事办得漂亮 只要你记住两点 其一嘛 把差事办好 不要让人拿着把柄 其二嘛 赖妈妈是这侯府里的老人了 脾气极好 为人又和善 你务必要好好静着 赖妈妈自然是好好静着 明白 奴婢全都明白 好 那你去吧 是 你去吧 姑娘 你是故意让外头听见的呀 起早这王武媳妇和赖妈妈 吵了一架 下午我便赏她一个肥柴 大伙应该能喘过出 这风往里头吹了吧 但愿她能明白姑娘你的用意 大娘子 爹爹说过字不好不要紧 要勤家练习 谁说我字不好 我刚才只是笔画写错了 你笔画没错 我都看见了 好孩子 咱们明日再写字 咱们先看会儿书吧 这 这本书早连书了 全都背得下来 你 你这么小年纪 怎么认识这么多字啊 诗也都会念了 以前在船上住时 爹爹每日都要教我背一首诗 后来我又去了二婶婶家的叔叔 那二婶是谁 圣家二叔叔的婶婶 海大婶婶 你这个都不知道 这哥哥嫂嫂 一点空隙都不给我留 他们都教你了 那我可没什么可教的了 大娘子 我想打马球 这个我能教你啊 但是 但是现在不行 你年纪还小 那个马你可骑不来 再过个两年吧 我一定教你 咱们先学会儿钓鱼吧 我们还可以先骑小马 瞧你这样子 像是已经想定了是不是 好 那我就让你爹给你买一匹小马 咱们先学钓鱼 这个你总能学会吧 会 我会钓个鲤鱼上来 送我一块 好 好 那你儿长公公公 大娘子 大娘子 姑娘和大娘子真头缘 咱们容姑娘就是女工还不行 绣一次哄三日 捏着针 没一炷香时间就说困了 不如隔壁院的闲姑娘稳重呢 不妨事 以后长大了自然就稳重了 我小时候可比她闹腾多了 只不过是这屋里面不太平 得逼迫着自己规矩起来 如今多好呀 这一屋子都是咱们自己人 这想闹腾就闹腾 再和闲姐玩会儿 自然就学会了 隔壁少嫂嫂 人也好 咱们大人的事和孩子们不相干 说起来 容姑娘是享福了 我们哥儿心里 总是记挂着昌哥呢 大娘子别见怪 她就这么一个心病 我怎么会见怪呢 这才是爹爹该有的样子呀 保证小时候能得这样一个父亲 好些苦也就不会受了 大娘子同情达理 我们公子娶了你 真是修来的福气 我也日日都盼着 还能早点找到昌哥 那咱们这院子里头就更热闹了 谁说我偷东西了 我以为你这是些没用的烂树枝子 就想收拾收拾 拿出去扔掉的 你每日自吹自擂 说自己是侯府的老人 什么都管过 什么都精通 连树枝子里头不认识 你真是 你骗傻子呢 算了 这是从江南运来的名种 一颗要值一贯钱 你就是要拿去偷卖 你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偷东西了 我告诉你 你 你就是高大大娘子那儿 我都不认 你以为你自己在大娘子那儿得脸哪 人家是名门贵女 不跟你一般见识罢了 你倒好 以为自救了天大的威风 赖妈妈 举头三尺有神明 少做点儿坏事吧 不然是要遭报应的 你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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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别打着我 别打着我 我非叫去叫去 你这个贱货不可 你看 我对爱骂的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我好歹也是侯府家的人 你 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你还侯府家的人 你指使你们家二姑娘到我们那儿去勾搭我们主君 这个事谁看不出来呀 要是我们娘子知道了 第一个就是叫你走 你打死去 别打死我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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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我 快遮住什么呀你 你先拦着我 算了算了算了别 算了算了hole 打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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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别出去了 你能受伤 我不要 他们才不敢伤害我呢 这 这孩子 跟他爹一样胆大 大娘子恕罪 老奴不是想说嘴 只是 如今这侯府里 四处不是这个场便是那个场 闹得不可开交 我说句见月的笔 当年 杨州白家内宅里边 也比这些人有规矩些 那白家太公 一定是律下慎言的 那是自然 偌大的宅子 怎能没规矩 当年夜更的外祖母在时 下人们高声大气说话都不敢 后来她不幸过世了 咱们姑娘接手过来 亲自定下律律条规 你哪个犯了大错 一律重罚严惩 绝不姑息 没错 想要严惩那些作乱的小人 就得等他们犯下大错 大娘子这话我不明白 若是咱们自己的仆役 犯点事 咱们怎么处置都行 可这都是侯府长辈给过来的 小打小闹的 今日深斥两句 明日再打两藤条 这一次次的 他们也就知道 没什么可厉害的了 如今赖妈妈是不得人心了 可没了赖妈妈 还有花妈妈 甜妈妈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不如一棍子打死 叫她再不能翻身的 大娘子 有什么事 或许老婆子能帮上忙的 有件事 还真要请嬷嬷相助才行 听说盛家那个小庶女呀 一过门 便窜得着孤儿分家 连做了十几年的老嬷嬷都骂 那孤儿 是一个混账劈子 成日往外跑 换着花样的给她带吃的 好好一个将军 竟被当小厮使唤 简直是不成题头 老侯爷尸骨未寒 这个孤儿 就离京逍遥快活去了 也不知道 走得什么运 烧冷灶 烧出个金柜 灯石就翻脸不认人了 这样 羞辱顾家的长辈 依我看哪 她和那个盛家的 简直就是一对 不知道袁若招的什么奴 竟看上了这一串 亏得老天有也 没娶过来 不然的话 咱们齐家 现在也不知道 要成什么样 你怎么起来了 你看病了这么些日子 这刚刚才好 别再着凉了 刘妹妹不过是爱吃了些 想是孤儿纵的 又不是什么大毛病 有什么值得说的 她的性子最是小心谨慎 绝不会得失猖狂 也是别人多嘴 想必是假的 不提她了 我来是想禀告父亲母亲 儿子的身子已经无碍 前些日子生病耽误了受款 明日起我便过去了 你想通了就好 这过日子嘛 还点往前看 袁若 袁若 那个你要不要再 我再说 难道这辈子都不说吗 我两年再说 父亲 是想给我议亲吗 你看你年纪也不小了 如今高中 这身家 你年龄尚小 不着急 过两年再说 先好好做官 父亲母亲若是觉得有必要 就看着办吧 我对了 不如这些人 也不得一分之下 你違う那些人 要不得一分之下 还能照顾个aterial 也不得一分之下 你这么快 你会变成我 不要变成我 如果那进行 你不得二回要 我肯定好像 你就有了 我小时候 想要就是 一朝花开帮流 寻相无谜停红 纵影朝下般迂回 风雨啄不透 一人共唱笑首 带高冰泪难流 经书送把墨回首 无欲碎可透 昨夜夜数风筹 浓水不消残酒 时温钻裂人却当海淘依旧 去风 去风 知风 知风 应是绿飞红手 昨夜夜数风筹 冬水不消残酒 时温钻裂人却当海淘依旧 知风 知风 应是绿飞红手 知风 知风 arah歌显绝一新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